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排名逐年上升的竟然是《平凡的世界》这本出版不过二十几年的小说 当年作者还没写完的时候 他的这部作品就被选入中央广播电台小说联播节目 联播半年 听众超过三亿人 2015年这部作品被第二次改编成电视剧后 又引发了持续的热议 作家贾平娃曾说 路遥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的光燕 企业家马云说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陆瑶 是陆瑶的作品改变了我 让我意识到不放弃总有机会 否则我现在还在登三轮车呢 是什么样的作者写出了这部感动无数人的作品呢 本书的作者陆瑶出生在陕北的一个农民家里 他小时候家里非常穷 七岁时父亲把他送给伯父抚养 勉强念完了初中 后来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 务农多年的陆瑶被保送上了延安大学中文系 从此开始了文学生涯 《平凡的世界》是他花费了六年打造的作品 陆瑶为什么要用平凡命名这部小说 他是这样解释的 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 不过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 即使是最平凡的人 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 这本书表现的就是平凡人的努力中蕴含的巨大力量 这本书有一百多万字 分上中下三部 主要的线索有两条 第一条是主线 讲的是农民孙少平和孙少安兄弟的故事 表现了青年的成长 第二条线是双水村村民的故事 表现了城乡的变化 首先我们就来讲这本书的主线 两兄弟的成长故事 这对兄弟哥哥叫孙少安 弟弟叫孙少平 家住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庄 双水村 我们先来说说少平的故事 他第一次出场是在1975年 那年他17岁 是一个营养不良的高中生 家里很穷 穿着土粗布的衣服 和戴补丁的旧黄胶鞋 藏在鞋子里的袜子 连后跟都没有 在学校 他连五分钱一份的 清水煮白萝卜都买不起 只能吃两个最便宜的 胶黑的高粱面膜 贫穷让少平格外敏感 每到饭点 他总是拖到最后一个去拿饭 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寒酸 在学校里 他和一个成分不好的女生 好红梅产生了朦胧的感情 可没过多久 好红梅开始疏远他 转而和班长好了 班长是家境优越的干部子弟 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 不过好在恋爱失败 但才华拯救了他 他先后入选学校和县里的文艺宣传队 到各个公社参加革命故事演讲 因为这些活动 少平有了露脸的机会 还见了世面 从失恋的第一潮中振奋了起来 在迷茫的青春期 少平就有一种奋发向上的劲头 他决心 即使一辈子平凡 也绝不能庸庸碌碌 所以一直坚持自我教育 他在学校里和一个叫田小霞的姑娘 成了好友 田小霞的父亲是县里的干部 他经常从家里给少平拿书报看 田小霞拿的书报之一是参考消息 这份报纸在当时是内部刊物 对读者的行政级别和身份是有要求的 一般人看不到 这些课外读物对少平的影响很大 开阔了他的眼界 提升了他的格局 毕业前 少平的初恋好红梅 因为盗窃被商店售货员抓住 他知道后 没有借机报复 反而把自己的钱 拿出来赔给了商店 请他们放过这个姑娘 少平不仅不求报答 还让对方不要声张 1977年 少平中学毕业 那时候高校没有恢复招生 他只能回到农村 当了一名初中教师 田小霞仍然每星期都坚持 给他寄参考消息 此时的少平眼界已开 他渴望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去 就在这个当口 因为改革开放 农村劳动力短缺 许多学生辍学回家 学校办不下去了 少平失去了工作 他不顾家人的反对 带着15块钱和一床 达满补丁的烂被褥 离开双水村 到黄元城去闯荡 出入黄元城 他连住处都没有 要厚着脸皮 去求从未谋面的远亲收留 他到桥头和一群工人守在一起 这群人也是改革开放后的 第一批农民工 他们穿得破破烂烂 行李卷上 别着锤子 豹子等工具 睡在大桥头 等着人来买他们的利器 少平的外表是农民工 但不同的是 他的行李里有一本书 是弗尼契写的长篇小说 牛蒙 这是一部关于革命党人 历经磨难 最终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的故事 也是他价值观的写照 少平的第一份工作 是给黄元的一个大队书记家 当建筑小工 每天的工资是一块五毛钱 这份工作非常艰苦 要背着一百多斤的大石头 从陡坡爬上半山腰 往返很多次 少平没有做过农活 没几天 他的脊背被压烂了 两只手肿起来 皮肤被磨得透明 放在石头上火烧一样的疼 他的生活环境也极度恶劣 睡在场口的窑洞里 有一天半夜 上完厕所的工友 还把尿淋到他的脸上 不过他仍然坚持了下来 别的工人闲的时候 聚在一起讲黄段子 少平却在图书馆 办了一个借书证读书 他还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在孙少平的世界里 原则是一个黑白分明的 不容置疑的存在 他做人做事 总是遵循内心的道德准则 有时候和周围的环境 有点格格不入 有时候甚至会让自己蒙受损失 比如他刚到黄元城 找工作的时候 被远亲舅舅收留 可是他发现 舅舅在帮着东家 抬河口石的时候 把手指头上的血 染到了石头上 当地建造窑洞的时候 对最后河口的石头最讲究 把血染到石头上 在当地人看来非常不吉利 他犹豫再三 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东家 让好心收留了他的舅舅 丢了面子 非常恼火 再比如 东家可怜他曾经是教师 在结账的时候 每天多给了他五毛钱的工资 可是少平发现之后 不愿意接受同情和施舍 把多的钱退了回去 不仅如此 他还拿出五块钱作为感谢 这让东家非常惊讶 后来少平在黄元 和考上大学的田小霞重逢了 两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田小霞的父亲 后来当了省委副书记 但他一直没有高干子女的娇气 这两个人的爱情 是柏拉图式的 日常相处时不涉及情爱 甚至连自己的生活细节都不谈 而是专注于讨论诗歌 文学 人生 理想 甚至是国际国内大事 有一个晚上 田小霞和少安 一起到了少平的住处 这才发现 他住在建筑工地上的一个 没有盖好的楼里 这里所有的房间 都只有四堵墙的框架 没门 没窗 没水 没电 少平趴在卖结杆上的 一堆破烂被褥里 正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 聚精会神的读书 少平的正直和仁义 给他带来了好运气 他的第一个雇主 也就是想要多给他工资 却被少平拒绝的 那个大队书记 非常欣赏他 帮少平找了一份工作 到同城矿物局 大崖湾煤矿 当煤矿工人 从此 他进入了吃公家饭的队伍 煤矿的工作 紧张危险辛苦 和少平一起应征的人 参观完煤矿之后 还没下井 已经跑了二十多个 但少平承受住了考验 拿到了新工人中间 最高的工资 几个月之后 宿舍的工人跑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也无精打采 因为不愿意下井干活 每月工资入不复出 只能把自己的东西 变卖给少平来维持生活 而少平呢 每个月有一百多元的工资 给自己添置了许多东西 生活变得体验 在工友中也有了地位 但少平不满足于这些 他还打算重新开始学习数理化 去报考煤炭技术学校 在煤矿里 少平有个师父 师父的妻子 慧英嫂和儿子都很喜欢他 把他当成家人 对他关怀备至 但好景不长 师父因为意外死在了井下 不料田小霞也在采访中 因为救人牺牲了 少平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不过他压抑自己的悲痛 继续努力工作 还受到了单位的表彰 可是没过多久 他在井下救人受了重伤 死里逃生之后 脸上留下了可怕的疤痕 伤痒好之后 因为眷恋自己奋斗过的煤矿 他拒绝了城市里的好工作 也拒绝了暗恋他的大学生 回到了煤矿 回到了给予自己 无限温暖的慧英嫂和孩子身边 在一个无风的中午 孙少平看着院墙下金灿灿的迎春花 说 没有什么力量能扼杀生命 只要春天不死 生命就不死 孙少平的故事就是这样 他的内心有一个清晰而强大的自我 一刻不停地攀升和前进 他也是一个象征着理想的符号 为了到达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他从农村进入城市 受尽折磨 却百折不回 不改初心 和象征着理想的孙少平相比 哥哥孙少安代表着现实 少安一直生活在家乡的村里 他是固守家园 脚踏实地的奋斗的代表 书里是这样形容他的 双水村是他生存的世界 他一生的苦难 幸福 屈辱 荣耀 都在这个地方 身为长子 虽然成绩优异 但少安13岁就辍学回家了 帮着父亲经营家业 扶持弟妹 他从来没有想过外出探险 从回家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打算当一个出众的庄稼人 作为生产队长 他身先士卒 自己抢中活干 他对队员的管理非常严格 休息时间特别短 连抽烟过瘾的时间都不够 就又得起来干活 有人甚至叫他孙岩旺 给队里劳动之余 孙少安中午从来不休息 把自己家的自留地耕种得有声有色 对待爱情 他同样不存幻想 少平敢跟省委副书记的女儿谈恋爱 可少安连村书记的女儿都不去高攀 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伙伴 村书记的女儿田润业 在县城当小学老师 他主动向孙少安示爱 但他退缩了 因为两个人之间有地位的差距 拒绝了润业之后 少安没有空悲伤 他去了山西 找了一个不要彩礼的姑娘当媳妇 这个媳妇叫秀莲 她虽然知识不多 但性格热烈 身材丰满 人又能干 正是庄稼人梦想的那种女人 秀莲对少安一见倾心 她觉得少安长得帅气 庄稼活好 人又强悍 所以连一件新衣服都不愿意给自己多买 赤手空拳地和少安回到了家乡 过上了贫穷却甜蜜的日子 少安和秀莲 寄住在生产队的饲养室里 即使生活窘迫 冬天的夜晚 秀莲还每天给少安烧洗脸水和洗脚水 再准备一碗热乎乎的南瓜汤 她用自己的体温把被窝暖热 才让少安睡下 平常的时候 她宁愿让自己饿肚子 也要让少安吃饱饭 一次偶然的机会 少安知道县城中学扩建缺人手 所以借钱买了骡子和车去拉砖头 一次性赚了2500元钱 这在当时的农村可是一笔巨款 这笔钱赚得很不容易 拉一块砖头才能赚一分钱 为了省钱 少安住在荒郊野外的一个没有门没有窗的破窑洞里 倒塌的土堵住了半个窑口 窑洞前的草有一人多高 少安在土堆上给自己戳了一个锅灶 白天拼命拉车 晚上去菜市场捡着别人不要的菜帮子回来吃 干活的一两个月 她就是这样撑过来的 在拉砖头的时候 她发现城里到处都在搞建设 砖瓦成了紧缺材料 有多少就能卖多少 所以她拿着拉砖赚的钱 办了一个砖窑 靠着拉砖时学会的打土批技术 第一个月就净挣了七百多块钱 成了双水村一号人物 赚了一点钱的她被公社列入致富贸监户 参加了黄园地区的表彰大会 披红挂彩骑马游行 让她第一次感到了作为人的尊贵 这刺激了她放开手脚发展事业的野心 邵安很快建了一个小砖厂 又承包了乡里的大砖厂 生意越做越大 邵安此时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 她觉得自己这辈子应该再干一点更大的事情 她曾经意想天开地考虑 想去和一群农民企业家一起投钱拍电视剧 不过这个狂想被弟弟邵平破灭了 在邵平的建议下 邵安带着她的钱回到了双水村 最终投到了村里的小学上面 在基建费用之余 她还想建立奖学金 再高薪聘一个英文老师 当邵安把目光投向孩子的时候 她也真正地照亮了自己的未来 她当选了新一届的村民委员会主任 孙少安和孙少平的性格迥异 他们一个积月一个踏实 一个抬头看路一个埋头拉车 但他们又是一体的 代表着在奋斗道路上的理想和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们是同一个人 是路遥刻意安排的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他们经历过不同的苦难 最终自强不息得到了生活的馈赠 也成长为了更好的自我 在平凡的世界中 和孙家兄弟人生轨迹并行的 还有双水村村民们的故事 因为一些村民后代已经远离家乡 走到了省城甚至北京 所以本书借助他们的故事 全景式地展现了1975年到1985年 中国城乡的巨大变化 1975年在县城里 学生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 中学生没有课本 上课主要是讨论报纸上的社论 小学生全是红小兵 男生拿着小马刀 女生拿着红鹰枪 走十几里路到城外学军捉特务 在农村 阶级斗争的闲绷得非常紧 一切工作都由革命大批判来开路 元西县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 在一个人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的情况下 衣裳单薄的人们拿着原始的工具 饿着肚子靠体温和汗水来抵御寒冷 在最严寒的日子里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 这里到处都是农田基建的战场 在红旗飘扬和高音喇叭的喊叫中 人们对自然进行着各种改造 修建堤坝 开凿梯田 甚至把整座山都炸掉 尽管政治生活闹闹哄哄 对于黄土高原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 他们真正强大的敌人是饥饿 一个全年出工的庄稼人 一天的口粮平均不到一斤 有些地方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才几十斤 有的人出去讨饭 一些偏远的公社缺吃少穿是普遍现象 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衣不避体 常见病折磨着人 一些严重的病人躺在土炕上等死 孩子们一个个不穿衣服 也分不清男女 一律剃着光头 因为怕生狮子 天黑之后 人们关门庇护睡觉 野狼如入无人之境 跳进羊圈任意啃咬 大部分人家一贫如洗 有的人家穷得连盐都吃不起 就在厕所的墙根下 扫观音土放到饭里 也许你会问 为什么要把土当盐呢 其实观音土就是高龄土 现在是烧制陶瓷的原料 在饥荒时期 鸡民拿它当食物充饥 吃下去能缓解饥饿感 但吃多了会负账便秘 有生命危险 但它有咸味 穷人买不起盐 只好拿它来荡言 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穷极思变 开始做投机倒把的事情 比如到集市上 买耗子药 1976年文革结束 新时期开始之后 阶级斗争示威 经济发展成为主流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农民为了多留余粮 爆发了巨大的积极性 大家像发了风似的起早贪黑 地种得像绣花一样精细 往日吵吵闹闹的农村 鸦雀无声 看不见闲散人 连女人和娃娃都到地里拼命去了 改革带来的新事物 渐渐进入了农村 阶层弱化了 地主家的孩子有了参军的资格 农民子弟穿上了新衣服 戴上了蛤蟆镜 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 人们的精神和心理开始改变 现代的小家庭意识 边界意识和物权意识发展了起来 比如有一对夫妇 叫海民和银花 先人一步靠养鱼致富了 他们俩没有同意自己的父亲和四叔 入伙经营的请求 更不愿意让村里其他人沾光 银花说 谁有本事谁就吃香的喝辣的 谁没本事谁就受穷 我们有钱 是我们自己用劳动和本事赚的 又不是偷的抢的 外人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 为什么有些人不为自己想办法 光想沾别人的光呢 几年过去 农村干部们的境遇 也早已南辕北辙 有的转不过弯 或者没有找到门路 在紧巴巴的生活中 怀念着过去的好日子 有的已经把握时机 靠着养鱼养奶羊养蜜蜂 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一些当年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 感到失落 比如大队书记田福棠 田福棠从历史的舞台上走了下来 身体也垮了 每天躺在破碾盘上晒太阳 无所事事 也无人问津 不过虽然大队已经尘封很久 但办公室的钥匙 却始终挂在田福棠的裤腰带上 大队党支部的张子 也锁在他家的小木匣里 但总的来说 人们的日子好了 八十年代中期 经过几年的积累 村庄中的财富又增加了 秋末冬初的农闲时刻 双水村各处的闲话中心 又自然地恢复起来 人们拿来小米 割几斤羊肉 吃一顿小米羊肉钉子饭 爱红火热闹的人聚在一起 吹拉弹唱 窑洞里不时传出悠扬的思贤声 和庄稼人的欢声笑语 歌舞生平中 一些人的精神世界变得迷惘 黄土高原许多地方的群众 都开始修建庙宇 老百姓开始去庙里布施 幸好乡村中还有能人 如孙绍安 在大家重建庙宇的时候 他要给孩子们修学校 时间到了1985年 书中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水村的人们不再挨饿 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有钱了 这里的阶层在弱化 现代意识在萌发 可精神的空虚还没有填补 教育资源还不够 农村的巨变还在萌芽中 人们的生活有苦有乐 有悲有欢 有失落有收获 路还很长 陆瑶殴割了人面对苦难 迸发出的人性之光之后 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是人生 陆瑶认为 人生是永不停息的奋斗过程 在这本书中 奋斗不一定是宏大的 甚至也不一定是有形的 他也可以是突破自我限制的努力 我们举个书中的小人物为例 他就是田润叶的丈夫李向前 李向前是官二代 因为车祸失去双腿 闲富在家 但是他不想被家人养活 自己买来钉鞋的工具 在外面摆摊修鞋 赢得了妻子的尊重和爱 李向前为什么要去做修鞋匠 因为劳动能够创造价值 也能够凸显人之为人的意义 在苦难和奋斗之中 陆瑶也描绘了幸福的含义 这本书展现了许多幸福的故事 比如孙少平的师父一家 这对夫妻来自河南农村 生活在煤矿边的小房子里 房子非常矮 一伸手就能在房顶上拿放东西 可是院子收拾得整整齐齐 墙壁刷成白色 这里有紫红色的牵牛花 沉甸甸的向日葵 慧英会给劳累了一天的丈夫 做好热饭热菜备好酒 也会给重病的少平 盖好被子升好火 给他端来小米汤和小菜 这种平凡而普通的生活 让少平非常感动 师父去世之后 少平和慧英嫂之间产生了感情 和师父的儿子也相处得像父子一样 为了这份无法割舍的情谊 他甚至为之放弃了城市的工作 回到了慧英的身边 另外 本书语言平实优美 富有生命力 陆瑶对黄土高原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陆瑶的笔下 这片土地充满颜色和生机 陆瑶的语言充满镜头感 比如描写初秋 白路刚过 山野的阳坡上 现在到处都在播种冬小麦 庄稼人悠扬的回牛声 像唱歌一样飘荡着 天异常的高远了 纯净得如同一匹江洗过的青布 在庙坪那边 枣子已经红透 在绿叶黄叶间 像玛瑶似的闪耀着红艳艳的光亮 这是一个经典的电影镜头 播种东小麦是交代时间的全景镜头 喊牛的声音交代空间 抬头一个蓝天的空镜头之后 紧接着一个红艳艳枣子的特写 这些语言具有诗和画的特征 充分展现了陕北乡村的宁静 高原和美丽 本书对人物的塑造也非常出色 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的当代文学人物描写两极分化 好人高大完美 坏人罪大恶极 显得非常不真实 陆瑶在平凡的世界塑造了许多 不再两极分化的人物 特别是一些小人物 比如孙少平的姐夫王满银 他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二溜子 什么都满不在乎 没有羞耻感 文革中王满银经常胡乱参加舞斗 就是为的混吃混喝 享有家庭的时候 他用一身新衣服 哄回了少平的姐姐兰花当媳妇 因为贫困 王满银在集市上卖耗子药 被认定是投机倒把 送去强制劳动 让妻子一家丢见了脸 他却嬉皮笑脸不以为耻 王满银的道德感和家庭观念都非常淡漠 他常年把老婆孩子扔在家里 让丈人救济 自己兴致勃勃地浪迹天涯 捣翻一点猪毛或几张羊皮为生 自己混个嘴游度员就心满意足了 他曾经把拼头带回家 把老婆气得吃了耗子药 当他在医院听说 老婆吃的是绿纸包的耗子药 又拍手大笑 因为那是他做的假药 王满银虽然家庭观念淡薄 他也有自己的乐趣 那就是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 他总觉得自己的好坏和别人毫不相干 非常讨厌别人管他的闲事 当他浪迹半生 行囊空空 在上海的小旅馆镜子里 看到自己苍老衰败的脸时 他对安定的追求突然战胜了漂泊的冲动 王满银义无反顾地回了家 像一只老绵羊一样 天天围着妻子转 每天傍晚 兰花扛着劳动工具 王满银胳膊窝里 夹着几根捡来的柴鹤 夫妻二人恩恩爱爱地回家 王满银一路上还唱信天游 这个转变让村民们非常惊讶 王满银改邪归正的事迹 在当地广为流传 还被人编成了秧歌剧 王满银自高奋勇地要演他自己 这就是路遥笔下的小人物 他们很可恶 可是有时候也很可爱 你恨不起来他们 因为他们和你我一样 是有感情的活生生的存在 让平凡的世界长盛不衰的原因 还在于它是一部成长小说 它鼓励了千千万万的青年 面对苦难 不逃避 不畏缩 把苦难转化为动力 不断为了理想而奋斗 只要春天不死 生命就不死 这昂扬的精神 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孙氏兄弟的奋斗史令人振奋 其实这里面有路遥的影子 路遥也喜欢不断地挑战和超越自己 为了准备这部小说 路遥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他离群所居 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和资料 甚至走遍了主人公生活过的地方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 因为小说中有一小段文字 要描写省委书记的生活 路遥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 等省委书记一家人外出的时候 假装登门拜访 在保姆的带领下 参观了这个家庭的角角落落 询问了生活的许多细节 在主人快要回家的时候 又悄悄溜了出来 为了完成这部作品 路遥还跑到煤矿 三餐不济日夜颠倒 每天写作时间长达十七八个小时 在煤矿写作的时候 冬天蔬菜缺乏 两三个月里 吃的唯一蔬菜就是大葱 不吃早饭 午饭是馒头 米汤和咸菜 晚上有时吃点面条 在喧嚣中独作 于寂寞中奋斗 在这种意义上 路遥与本书的主人公 已经融为一体 1992年 42岁的路遥 因病医治无效 在西安逝世 许多人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其实路遥曾经说过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 命中注定的深深的遗憾 唯一能自慰的是 我们曾真诚而充满激情的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 竭尽全力地劳动过 你不计代价地将自己的血汗 献给了不死的人类之术 所以尽管路遥脚步匆匆 但他留下的这部作品 却有着长久的影响 好 平凡的世界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我们明天见